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呛呛三原型 马先生 我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就说是这个 什么是纯净水 然后矿泉水 矿物质水 矿物质水我不知道 跟矿泉水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 但纯净水就应该是最干净的水 蒸馏的水 不是蒸馏水不是纯净水 蒸馏水就是纯净 就是H2O 反正就用这个技术让它纯净 但是你知道纯净水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造成你矿物质缺乏 对对吧 这个矿泉水一般是来源于深层 什么地下水或者什么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有一些矿物元素 对对吧 但是它的缺点是容易你矿物质过多 吃多了也不行 这个矿物质水很多人把它当成矿泉水 其实矿物质水是把干净的水里加进 加入矿物质的微量元素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水 你知道现在北京的有的家庭真见过讲究的 它这个不一样 就是说待会再说这个 我先说另一个事故 就是1月5号下午 邯郸大面积这个 抢水 停水 也引起了抢水 对 都抢了一空 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什么张河上游 就是有一条河叫卓张河 上游在山西那边 山西那边发生污染了 就是1231本安泄漏 山西的一个什么化工企业 说泄漏了38.7吨 排屋口附近有个什么废弃的水库 说水库截流了30吨 最后有8.7吨 本安 进了卓张河 这下吓坏了 当然最后邯郸出这个安民告示 说咱这水暂时没事 暂时没事 那上哪去了 对我就想说那8吨多哪去了 它不能飞了吧 它还是说水流下去了 还没流到我们这 对 还没到 我们给它分到别地儿去了 这事就引起了这种人们对这种事情的 就是说危机恐慌 中国的这个水你说真安全吗 我觉得难讲的 不是它很肯定不安全 因为你比如北京的水 北京历史上的水就不安全 为什么北京水特别硬 你北京哪水 北京过去拿这个水壶烧水 那里头那壶捡 石都还硬 你看那东西你都喝肚子里去了 最后为什么就结石的人很多吗 你像我前日的那个慎结石 疼死你 它就是因为水质 那结石也是那个微量的这种元素 最后沉寂下来的 你喝自来水吗 我不喝 我好久不喝了 因为那自来水我看见过 特恶心 特脏 你只要装一个过滤器 你就知道那有多多 没错 最近北京不是哪个部门 还是哪个方面有个说法 说我北京自来水的水质 是全国最好的 结果呢 就有各种 他们叫现在叫吐槽 是吧 有人说 我就住那个长阳区 那个什么什么地儿 你拿水龙头拿纱布 在那过滤 过滤几天全是渣子 说你能说 这是你看得见的 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看不见的 你知道那个过滤 我安过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 那过滤器啊 挺老贵的 安上一个 使不了半年就使不了了 水流越来越小 最后都不出水 是 他被溺死了 沙子不可怕 你打开 哗来哗来 沙子就冲下去了 他一种粘状的东西 说不上来 他就他就 他就出不来水了 你只能把那东西扔了 那这个要小心 就很多国家政府 或者很多城市政府 他宣称我们的水很干净 保住安全 但他讲的那个 所谓的水很干净的 那个水 是出水口 源头处的水 从源头处那个自来水 到你家中间那个过程里面 他经过无数管道 所以有时候那个水有问题 到你家水龙开出来 那个水有问题 真的不一定是源头水问题 可能是管道问题 这管道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管道锈石了 还有就是管道漏洞了 剩了 有外面东西能进去了 污染能进去了 那这都是一方面 但是中国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环境污染很厉害 这环境污染 这个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它不可能不进水的 对 你知道他们说 这里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北京现在的水 本身就越来越少 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说这个水质的问题 本身过去咱们有句话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现在你都不知道 养出来的是什么种 你比如说我已经知道 有的家庭常年喝矿泉水 一桶一桶的 就不喝本地自来水里流出来的水 这个矿泉水 你看就说明取自哪 什么千岛湖 地下多么深层的 你看 那么他算是江南的水土 养着他们家人 还有他们说 最近北京的水质 有个可疑的地方是什么 水源越来越复杂了 你从河北山西都从这儿掉水 好多个不同水源 就汇聚到北京的自来水系统里 这个也是水质产生变化 对 你想想历史上 历史上皇上都没水喝 他都去到玉泉山拉去 拉那泉水去 他有专人拉 皇上喝那水 他这边就北京市这个地方打出来的水 没有好水 都是苦的 你知道王府省有个 有个叫大填水井胡同 就那地打出那水叫填的 什么叫填的呢 就是跟那苦的比 它是填的 过去北京的水就特别恶劣 就是解放钱了 那么解放后呢 他做的这种自来水厂 我们现在自来水就指着一拧龙头就出来 那就是人家就欢呼雀跃 就跟那个过去那水比起来 这水就已经好的不行了 但是我们小时候这水绝对是 今天我觉得我是不敢再喝了 就是烧起来的时候 你只要是把水烧开了 那个透明的杯子 你看是那个污浊 那就是说 我也见过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喝着水长大的 对 那你现在你 大家都很注重身体健康了 你现在这水 我们能看见的 我觉得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这种 刚才说那泄露的那什么东西 本案 那本案他咱也看不见 他什么样的 他融在里头 那就最可怕 在中国生活 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这不愉快 不是不愉快 很重要 很重要 你在中国 你要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首先你能保住你的财富 再者你有的人能保住他的性命 怎么了 你比如这俩夫妻俩 现在报道出来挺神的 北京一对饮用 不是 研究饮用水水质的夫妻 二十年不喝自来水 赵飞鸿夫妇 你看他们的身份 老公是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 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的 老婆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这俩夫妻不喝自来水 喝什么水 说我们可能是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 没人像我们这么讲究 他就大概喝各种纯净水什么之类的水 就是反正他就说你可不能喝自来水 我们上周测了 这夫妻俩每个礼拜都测 自来水当中硝酸盐的指标 已经达到每升9点多毫克了 但是这个指标国家规定的极限是 每升10毫克对吧 五六年前北京自来水这个指标 北京自来水一升还只有1到2毫克 这个碳酸盐 现在已经9点几 就接近国家的最高标准 警戒线 但是这只不过是诸多标准当中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然后你看他说 他曾经三年前赵飞鸿 曾经帮自来水公司抽地下水 发现原本从300米深的地方抽出来的水 水质已经远不如以前了 然后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 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 就深度吧 从12米下降到24米 城市中心地区已经下降到了30米 就是等于他这个北京地下水位在下降 下降没水了 而且干净的水越来越少呗 但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水的供应啊 本来应该是大家觉得是大自然的赐予 是最没有代价的东西嘛 对不对 水嘛 你们不可能有人说谁拥有水 谁谁没有资格拥有水 没这回事 但现在呢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 很多国家很多城市的人都不信任自来水 他们不是说纽约自来水能喝吗 是日本人能喝 日本都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欧洲你看一看 欧洲人多习惯你看法国人 在家都是一瓶一瓶瓶装水那么喝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坏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不再信任一个公共财产 都觉得公共自来水是有问题 事实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公共自来水是好的不行 你就算光讲味道 法国人喜欢说瓶装水味道好 但试过有人做盲试啊 就遮眼睛不让不遮瓶子 不让你说的那水 结果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试水就胜过什么Avion啊 Perry啊 把他们都打败的那个水就是纽约自来水 味道最好 那些实家 买水家 但你看啊 纽约水 对 但是水它不只味道好 其实也够干净 但是问题是今天呢 我觉得有时候啊 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 是有很多水公司 他们去宣传自来水不能喝这种理论 去让大家去买水 然后这些水公司呢 也垄断了很多水资源 去卖水 水本来是一种 你想想看 你怎么能卖水 就那个水是大气循环的一部分 从这出来了 然后你就拿这个来赚钱了 那所以现在瓶装水是个很大的道德问题 但我不是说我们要 我要鼓吹大家相信中国的水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将来也可以卖罐装空气 对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因为这种事情你马上看到 就是一个公共问题 我们大家喝的水有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 私了 私了就是有办法的人自己买水嘛 就像这夫妇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很多人不能私了 很多人他很穷 他不能够自己买水 那那些人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不能私了 它是个公事公了的东西 绝对的 当然要向纽约看齐 那是对的 它是在水面前人人平等 对啊 现在很难 你的这个市政建设 你的管子都是什么管子 我们那个破管子都是 大部分都是那杜心管 你都不定绣成什么样了 所以这个叫如果你 我觉得中国如果今天要改善这个问题 不是花钱搞什么地面上看得见的大楼 盖个什么堂皇的政府大楼什么 搞地下是管道吗 搞这水管吗 这个都是看不到 但是是天天接触的 你不能够就说全市的市民 全国的国民 有钱人自己能够靠自己的本事 喝到好水 然后没钱的人就给你来这个 现在是他们就算 已经现在已经很多家庭 他自己就全喝纯净水或者矿泉水 但是他们说 比如说有的是一个月 这得多少钱 已经水喝水上都分出贫富差别 对对对 水很贵的 水很贵 现在有的平常水比油贵 当然 而且它会油来就贵 一个月炒菜的十几斤油 对一会就喝了 而且水会越来越贵 因为全球人口一直增长 然后全球的水资源在下降 因为现在淡水量在减少地球 那所以很多人就预言 我们的下一代205650年 或者是60年之后 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水的问题 到时候的水 就像今天的石油那个概念 就出水多的国家就能够富有 他卖水出去铺水管道 然后大家说不定会为了水打仗 其实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在动手 就是我认识一个商人 就是他那天跟我聊天说起来 我说他投什么字呢 他说水 哪呢 他是出国买这个大壶 买完以后 他说那壶都很深 也不是我 他跟我说数据 我记不住 就大概是100多米 200米以下的那个水 就是常年不流动了 非常的干净 说说那个就是提出来就是卖钱 那么主要的投资就是铺设专用铁路 因为那水你不能拿汽车 要运那不值的 然后呢机器很简单 100多米一个泵就给抽上来 就主要就是投这个钱 说那个水将来都是非常 但这个东西呢 是我一直觉得很有问题 现在很有争议的 就你从经济学上讲 说你能卖的东西 那当然是属于你的 但就像我们感觉 水怎么叫属于你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水是这样 我们全社会的系统 包括纽约 包括日本 它的水的系统是共用的 就是说你冲厕所和你喝 什么一个水 对不对 我们在整个城市建设中 没有两套水系 比如有一套水系是喝的 一套水系是用的 那北京有这叫中水 对那中水它是 对中水 马桶水是分开的 对但是很少 它不是一个整个的系统 你在国外都是一样的嘛 它最早都是这样 这样会造成很巨大的 海边的城市就好点 像香港啊 或者东京 你靠海的城市 它一般洗厕所的水呢 就是海水 那是水是 是海水吗 对你下回到香港 你要是有这种心思 你尝一口这个马桶水 它是咸的 咸的它会对很多东西腐蚀嘛 会所以要长修 对 所以它这个早期 这个城市建设中 没考虑到这个 就水的这个安全是逐步提高的 你包括美国 日本这样发达国家 它也是逐步提高的 也不是升下来 它就那个水就那么干净 它只不过把这个事呢 就是公共这个事 它做的特别的这个用心 我们现在是不用心 你老说 我出水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到我们家 接那水是肯定有问题的 那就像你说的 中间这个责任找不到的 这水对人你看 人和天地真的有一种同构关系 就是说水在人体的比例是70% 占70% 水在地球占的比例地球的水体 也占70% 它是一个同构关系 所以你说你喝的水绝对跟你身体息息相关 你70%都是水 你想它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当然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喝酒 其实酒里面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水 你可以葡萄酒 所以那个水质会影响那个味道多大多大 一个人还有一个数据很重要吗 一个人只要保证你的水的供应 没有任何外来的摄入物 你能多活二三十天 但是如果把水掐了给你有食物 那你也是死 没错 如果食物里在不含水 你那能吃吗 你根本吃不下去 水是水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早上起来要多喝水 你知道吗 一天至少得2000毫升 对 你们是这样做吗 我是啊 我喝很多水 我蹲蹲蹲就喝北京的子来水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你看我查到了啊 这个最会喝水的家庭 夫妻俩都是专家啊 他们怎么着呢 他们平常喝的是昆仑山 七茶用的是海南岛的火山岩 长白山的全阳泉 做饭用的是北京的矿泉水 常年的水质研究 让他们养成自来水不碰嘴唇的习惯 就没碰过嘴唇 刷牙呢 刷牙呢 对 最会喝水的家庭之所以能称罪 原因有两条 就是一个是在自然水质量信息不对称的年代 他们这个家庭比别人早二三十年知道北京自来水的质量问题 每周他们都检查 所以人家就说 2009年住建部对全国城市饮用水水质进行普查 至今没公布结果 中国很多事都这样 2011年住建部也曾经进行抽样调查 并且发布了数据 这次发布了说我国自来水出厂水质达标率为多少呢 百分之83 但是至于哪些城市是属于那百分之17呢 则没有了下文 他说的是出厂的水 对 不是到哪个家的水 对 然后而且我在想就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水的问题 将来会引起战争 这完全不稀奇越来越复杂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企业 他们是很欢迎全球暖化的 就全球暖化大家都觉得问题 但有些很欢迎 其实就一个人员公司嘛 比如说你全球暖化之后就意味什么 北极的冰更少了 更开了 于是开了 人类一直梦想的时候北方航道 运石油阿拉斯加石油 挪威石油 北海石油更容易了 第二是什么呢 就水公司 就现在他们是大批的去跟阿拉斯加 跟美国加拿大挪威这种国家合作 到时候我们这些地方像北京缺水 北京多容易干了 北京历史上就缺水 对啊 然后呢 挪威这些国家 加拿大这些国家就卖水给你来发财了 哎 要不说为什么有些人说想逃离中国呢 他很多人呢 有这个保命 洁癖 这个人有钱了 你不知道他多怕死 你知道吗 我见到过的有钱人多 我就是觉得真怕死 那个爱惜自己 爱惜成什么样 就没法觉得中国不能生活 他到这程度 那一定要去加拿大 啊 在中国的时候都不喝的水 真的都不是自来水了 所以你看到这又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 所谓环境正义的问题 就今天中国为什么污染环境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呢 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吗 对不对 环境污染里面其实有人是得好处的 你想想看 因为有些工厂 有些地方 他透过开某种产业 然后他在这里面牟利 那个污染的成本呢 大家承担 对不对 污染的代价大家承担 但是到了最后 这个污染的代价到了他头上 他又不必承担了 你懂我意思 我们形象的讲一个很粗糙的比喻 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一个人 他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家什么化工厂 他也住这儿 然后把整个村子给污染透了 水都不能喝了 赚整条村赚钱的只有他 但只有他有能力 还跑出去喝你的日本水啊 什么纽约水 你们继续留在这村子里头喝这个 给我赚了钱污染过的水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环境正义的问题 就说中国今天的发展 我们说发展是有代价的 没错 我们老说这句话是有代价 但这个代价的分配 公不公平呢 平不平均呢 谁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获利了 谁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要负担这个成本 中国不还说吗 你这里可以按照美国呀 中国就说了 你们美国造成的这个环境 那让我们承担吗 当然了 你说美国他们谁去了不说好啊 说美国食物有好吃有难吃啊 但是这个食材 就说让人之放心 放心 价格之便宜 哎呀 那简直是乐土 是吧 可是又有人讲 说要维持美国人这种生活水平 那是建立在全世界给他们 四个地球 四个地球都不够 当然啊 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办 印度兄弟怎么办 印度兄弟要整天强健的 是吧 但是你想想看美国的那种你见过美国那种灌溉方式没有太可怕了吧 就是自动撒水机那种啊 然后撒的一望无际的这个草莓啊 那种水果田啊 一望无际的在那边撒 其实他很多水都是大量的浪费掉的 很多人家门口 美国人不是喜欢住那种平房 然后两层楼也独门别院 然后房子前面都有个草坪 每天下午就啪啪啪就自动撒水 你知道我现在就发现这个就是这种现代社会80后90后 这个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孩子 因为在美国在英国的 我真亲眼见到 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啊 离开酒店的时候 这个鞋框机子扔垃圾桶了 我说你这鞋不是刚买的吗 这个就是我临时买的 我需要跑步 我买一双这几天 但跑步不要了就扔了 你说现在 很可怕 有钱还多 对就是这种 不是它是一种理念 美国人实际上就这种理念 只不过它这个是个极端的表现而已 美国人就是很多东西乱扔 当年发生过这个尼克松 喜欢扔 尼克松访美的时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 说美国是使团的一个女的 说哎你这妈的 你这妈的女的 扫了个大红脸 他不要了 我准备好 我带给他 别人带给他 我带给他 我带给你